我现在在阴潭市的渝江区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渝江了 曾经的渝江县 现在的渝江区 这里是我的主基地 我爷爷奶奶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 她位于江西省的东北部 信江河的中下游 这里是中国著名的葛之乡 雕刻之乡 眼镜之乡 渝江木雕以精湛的工艺 深受国内外木雕商的喜爱 被誉为天下雕刻 第一家 渝江的眼镜行业 更是遍布全国 甚至全世界几十个国家 全区人口仅三十多万 就有五万多人 从事眼镜销售行业 渝江一中更是厉害 全省排名第五 比阴潭市一中还要靠前 这里没有大城市的喧嚣 也没有北上广能异红 但是这里有优雅的山水 以及安逸舒适的小县城 慢节奏的生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